纵观中华上下五千年 中华文明能远远流长 一直延续至今 那是因为我们有着团结一致 坚韧图强的中华民族 这个多元一体的大家庭 从五千年前的大雨治水 再到八十多年前的抗日战争 曾有无数的磨难降临在中华大地之上 但是我们依然坚挺了过来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每当这个民族在面临危险的时候 总有那么一些人会挺身而去 誓死保卫家园将我们中华民族保护得很好 那么如今的中国到底有多强大呢 西方有一位军事专家曾经说过 现如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与中国开战 其中原因竟是他们被中国这四个省的军队打服了 可以说中国这四个省军队在战争时期是出了名的很 甚至敌人听到军队的番号都会闻风丧胆 望风而逃 接下来我们一起聊聊中国打仗 最不怕牺牲的这四个省份云南滇军 说起云南 在好多人的认知中 云南的存在感可能会有所落后于其他地方 但要是提起抗日战争时期的云南 那云南滇军几乎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的存在 从护国战争到抗日战争 再到解放战争 甚至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 都有滇军的身影 滇军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 其战斗力可以说是陆地战军的天花板 曾数次重创日军未尝一败 这支队伍就是滇军六十军 说到这支六十军 那就不得不说著名的台儿庄战役 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 当时的滇军为了掩护国民党七十万大军顺利撤退 开始以四万兵力对日军的六万兵力展开了阻击战 在战场上滇军遇到了日军坦克部队的攻击 有些战士甚至不顾自己的性命 手持手榴弹竟直爬上日军的坦克 将手榴弹塞入坦克的观望孔中 一个战士倒下了 另一位战士又会立即补上来 前扑后继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与日军血战27天 硬生生地用鲜血和生命歼灭敌人一万三千多人 最终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后 滇军第六十军改编号为中国解放区五十军 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在汉江阻击战中 五十军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 坚守了整整死守了五十个昼夜 战争结束后 五十军驻守的阵地山头已经被美军的炮灰填平了 很难想象这支队伍到底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方式 来打赢这场阻击战的 或许正是那句人在阵地在的决心吧 在朝鲜战场上 滇军的名号彻底响至全世界 湖南乡军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流传着无乡不成军的说法 湖南这个地方可谓是人才辈出 众多开国元勋 甚至是国家领袖都是湖南人 湘军的最大擅长的战术就是防守反击 特别重视扎营 湘军但凡到的地方 哪怕是只肃一夜 必然身高高垒严密不防 他们有着很高的战斗意志 在作战之前会进行缜密的思考 作战时会安排精锐的部队在作战队伍前后防守 湘军还会派出先遣部队前去观察 减少被敌人埋伏的几率 让敌人有来无回 1937年 松户会战爆发 湘军是参战军队中持续时间最长 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支军队 先后有九个师和三个旅的兵力加入松户战争中 几乎是全军上阵 会战期间 有着血肉末房之称的第八师坚守阵地21个日夜 一个师的人数到最后只剩几百人却誓死不退 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军队中没有湘军那就不叫军队 想要战胜中国必须先战胜湘军广西贵军 广西省地理位置特殊 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尤其是湘贵走廊 古往今来这里发生的大小战争不计其数 如此重要的地带 自然也是日军侵略后想要拿下的地方 可等到侵略者攻打这里后 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虎狼之师 抗日战争爆发后 贵军为了做好随时加入战斗的准备 计划征集新兵十万余人 可征兵结束统计人数时 发现报名参加的人数竟然高达百万人 就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广西人民报国的决心和对日军侵华的痛恨 1944年10月28日 桂林保卫战打响 当时日军集结了近七个时 三百多辆坦克 三十余架飞机 以及大量的重炮准备进攻桂林 而此时的贵军却只有东拼西凑出来两万人坚守 这样的悬殊差距 让日军觉得在兵力和武器装备上可以轻松的拿下战斗的胜利 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每一名贵军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守护脚下的土地 八贵子弟没有一个是孬种在桂林保卫战中 在无数个凄凉绝望的日日夜夜 没有一名贵军退缩 更没有一名贵军投降 只要他还能站起来 这个人一定会身上绑足了手榴弹 看见有敌军的地方 定然会无惧死亡的冲上去 与敌军同归于尽 这样的举动也给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以至于后来听到贵军的番号就会胆战心惊 此后战场上便有了狼军的名号 四川川军 壮士初穿三百万 十户九户无二郎这句话 谱写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川军的真实场景 在抗战之前 四川各军阀混战不断 当时的川军没有军纪 装备不良 被外人笑称双枪草鞋大川军 但就是这样一支不被人看好的军队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 却表现出不一样的一面 面对敌人的入侵 他们都放下各自利益 枪口一直朝外 英勇无畏地出川抗日 1937年 抗战打响后 川军的总指挥刘湘第一个站出来 大力支持枪口一直对外的主张 并自发组织兵力四十万 撞钉三百万 还有千万单的粮食 浩浩荡荡的奔赴 抗日战场 百万川军出川 脚踏破草鞋 身背烂破枪 无所畏惧地一直走着 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 没有富足的后勤补给 破枪的子弹打完了 他们就提起大刀杀敌 用一切可以阻挡敌人前进的东西 一切消耗殆尽后 他们的身躯便是最后的武器 血流汇成河 血骨铸成墙 川军子弟用单薄的身躯 守护着中华大地 战后 总司令刘湘曾说 打了多年的内战 今日能出川抗日 为国效命 可以在后方苟安 这大概也是百万川军的真实想法吧 结语 古往今来 中国的各个省份 各个地区都有抵抗入侵者的伟大壮举 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悲壮故事 在波涛汹涌的历史长河 他们铸就不朽传奇 如同璀璨星空 照耀着中华大地 激励着后人不忘历史 珍惜和平时代